大家好 因為走外他是長征去領域 在美國的一個工作 因為那時候剛好在美國 所以我是有怒船的長征 我是今年剛畢業從美國裏的藝術作人 然後我的天守是國民 就是比較有志好 然後是我在的地方 我在的城市叫Providence 那不像紐約或是大城市 Providence是一個想像 Providence是 如果zoom out的話 就看到美國最小的州 叫做羅德島州 然後羅德島州 在波士頓所在馬賽駐舍州 跟奈乃吉克州 對 然後有看到波士頓在這邊 然後紐約在那裡 然後我在這邊 等於明天書面 然後今年剛畢業 好 就有跟我說 就是美東 美東時間 11月20歲 好像是民眾班 配歌手 然後那時候 是剛好是在我回台灣的前兩天 所以決定 要參加 就在不認識G0V之前 就在不認識G0V之前 我的分享可能不太一樣 就沒有什麼技術 什麼東西 我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如果 在美國兩年 念第一次措施的行動歷程 然後 跟我們不認識G0V 然後 辦 辦 餐 然後 不認識 在握頭 工作 然後 這是我 以來會想的問題 就是 每個人都會反抗 壓在我們身上的 製作和行動 可是 這些製作和行動 都不能完全打開掉 不然的話 就是G0V可以老師 就是一個合作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想做 看看製作 這個界限在哪 然後 個人和群體的界限在哪 如果是一個 完全個人群體這樣 社會的話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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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是完全 群體這樣社會的話 他就沒有個人 自己撤架 但是 這些問題 就常常 困擾我 然後 協作 和協調 不是 協作 合作的東西 只有什麼差別 然後 再來就是我們 傳統上 會說是 天下文童 還有大門的概念到 就是 就放在現在的 社會經濟 架構下面 到底是 可以怎麼樣被死 到底是什麼 那這些東西是我 這兩年來的 就是 都在想的事情 那我一開始是 其實 其實 我是 資管系 也就是資訊管理系 所以 一半是資訊科學 然後一半是管理系 這樣子 然後 如果 我畢業 我畢業之前 就去做數位藝術 數位藝術 可能就是 就是 在台灣可能就比較偏 互動設計 比如說是設計網站 然後設計 呃 你看到一個互動的 螢幕 可能就可以影片 就是一些 裝置藝術 那 可是 就你在做藝術 和文化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會碰到的事情就是 政治 還有社會上的問題 然後 所以說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算我 自己想要追求 我跟美學 不然那些話 在你追求的過程中 你會不斷地被打擾 或不斷 不斷會有人 出你說 那種 就是說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這些事情你沒辦法做 因為你在 某個產品之下 然後你都沒有某些現實 那些事情 我想說 那為什麼這些事要變成存在 比如說 如果想要採用某些規矩的時候 你會落空 然後我發現沒有辦法 所以說 我那時候會覺得說 所有事情都是 都是 都是 social social 中文 因為我剛回來說 我中文是有點 會 說自己都是 social political 那時候我就這麼想 然後 這是我 之前看到一個 藝術家 在波蘭做的一個 這裏是名作 波蘭 不過 范宗應該是 阿爾特 然後他的 最後名字還是太奇怪了 所以 他做了一個 叫做 因為他是波蘭人 然後 陳如各位所知道 波蘭是一個 一直被征服 然後一直被統治 然後亂七八糟的國家 就是台灣其實 一直被外來政權統治 然後他那時候做了一個 發展 2007年的時候 他邀請 波蘭不同的 不同的 公民團體 不同的團體 然後不同的 年齡階層 然後邀請他們 到同一個場區 到波蘭的一個 藝術學長裡面去 然後 然後請他們組隊 然後他們 藝術家 邀請他們去畫一個 能夠代表波蘭的 simple simple在中 但是象徵 或者符號 就是他邀請的 大概有四個 應該是四個團體 然後分別 給他們一個 這麼大 就這麼大一個 然後請他們畫說 在他們心中 代表波蘭這國家 會什麼 好不相責 所以就會看到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截圖 那就看到 這四個 老人家 他代表 他藝術家邀請他們 應該是 某個天主教的 團體 然後他們 一開始畫的時候 他就畫了波蘭的大教 然後他們邀請另外三個 這個團體 然後對面畫了不同的東西 就有人畫了 代表波蘭的 一把武器 然後 其他的團體 畫了別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呢 畫好之後 藝術家就說 你現在可以 可以去改別人畫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 就 就想像 這種 project 就是持續經濟 持續經濟 然後大家就不斷的會爭 問說 你為什麼畫成這樣啊 最後有人是支持同志 我們是婚姻 然後有人支持 就是 可能是反紅心電 然後這些 這些 地場就會不斷在這個 小小的房間 可能就比這個大一點 大概大一點 好 不好意思 表示我必須要不斷晃動 我的花生 呵呵 那就是想像說 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可以允許別人去改動別人畫的東西 這些事情 大家會對自己畫的東西 非常保護自己的 對這個國家的理想 然後最後 這個 project 的結局 就是 就是 大家 就是 有一個團體 就放火燒了另外一個團體 然後 然後之後就全部都燒起來 然後 這些人就必須要被破離場 然後就是 滅火器 然後 這個房間就是會毀掉 呵 就是做藝術的好處 就是 你可以不用管 下場 你可以就是做這樣 然後 那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這個 這個價格 當然 在美國是沒有辦法做 因為美國很多消防法規 就 就算你在消防水管 那掛的東西都會被 都會被那個 消防局 就是會被罰棄 所以這是在波蘭裡面做的事情 好吧 這就是講到 兩年的 兩年 就是不斷在自己腦裡 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後果就是 會想說 個人努力其實是沒有 沒有辦法達成什麼 大的目標 就是 一個人沒有辦法改變社會 然後 沒有人 在這個現在這個 時代 沒有人是英雄 然後就想到 以前 以前 在歐洲 集合一種 然後想說 現在應該要是一個 去中型化集合 不再是一個 一個人 或是一個主持 具有一個道德 或是 論述的招典 然後去告訴大家 應該怎麼 應該怎麼想 應該怎麼做 而是說 大家都要 在自己腦袋中 去核自己的病 然後 自己去想 應該怎麼做 好 嗯 這 這就是我非常 簡單一點就是 在 2012年出國之後 我距離就馬上成立了 然後就讓我覺得 很沒有作弊 所以我人在美國 這樣 大概 一萬公里以外的地方 然後就看著距離 你成長 然後我就這樣 不高興 然後 非常的高興 之前在台灣 就覺得是一個 想做事 就是一個沒有作弊的地方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做 嗯 那 看到距離比 就是有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模式 然後這樣的 這樣的發展 然後我在國外 就覺得說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台灣 就開始有趣起來 然後開始有希望 就覺得很開心 那時候 Code for America 其實是在 距離比之前 在09年成立的 不過那時候 我也是大概在 在中國的前後 聽到 Code for America 是 嗯 不知道 有沒有跟距離比有點相像 就是在美國 嗯 西岸組成的 他就是 嗯 寫層次 然後為了改造 美國的 嗯 廣金 呵呵 他們有很有名的project 是 一個人就寫了一個 第一個project 他們寫了一個平台 然後讓 某個城市裡面的人 可以認養他們的消防酸 那個城市呢 就是下雪下的 中間下雪下的很誇張 然後消防酸都會買起來 然後這樣救我的時候 就沒辦法用消防酸 很尷尬 所以呢 他們就想說 冬天 救我 不然你怪怪什麼 你就暫且相信我 好了 所以這個project 那時候就變得很紅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開始想說 現在資訊科技這麼發達 寫成很廿位多 然後網路上 不管誰都可以把東西 放到網路上 那資訊科技 是不是就是 現代公民的一個 新武器 然後改變自己的環境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要Information Anticism 就是運用資訊科技的行動主義 跟以前上街的行動主義就是不太一樣 因為目前就是太低聲就要列出所有東西 這邊是列了從第二年就是我出國那一年一直到第三年 就是一整年下來所有的賴家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我就覺得台灣人也太誇張 為什麼台灣人還不神奇呢? 然後去農民台的話 就覺得真的太誇張了 就是太多事情可以講 然後就覺得說資訊科技就是Information Anticism 應該在台灣也要一起致敵 台灣人應該要說果然距離比較出現 那時候就開始看不管是特定議題的社會運動 或是針對台灣基礎建設在進行改造的團體 就一個一個冒出來就覺得很開心 那當然就是 對 可是那時候還是有點懷疑 就除了漂亮的互動界面跟資訊視覺化之外還有什麼 因為資訊視覺化其實大家都會做 資訊視覺化其實已經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只是除了資訊視覺化之外 還有 就不能說你放了 寫一個漂亮的東西 然後喔 滑鼠滑過去會出現什麼 這樣展開這樣 然後就放到網路上 你就會說好 這樣結束 除了這個的話 一定要還有別的什麼東西 就有事情是不是 只寫真實就給人搞定 這我想大家都 就不能再說了 好 兩年 就是唸 第一年就是 因為我之前不是做藝術的 第一年就在搞 搞清楚藝術 就是在藝術的時候 第一年就沒有什麼 控制台灣的事情 學校文化 還是要知道學文 沒辦法 沒有很貴 第二年的時候 他寫論文 就說好 就以協作為題 他就寫 協作文 可是是寫 藝術碩士論文 協作文 雖然學校老師就做人在想什麼 可是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在藝術學院搞革命的概念 這樣講其實有點 侮辱的革命這個詞 其實 因為我本身並非不能說什麼 只是我 硬要講的話 也是在自己 自己革自己的命 這樣 那 因為看到 因為在美國看到 藝術 藝術圈的運作方法 然後那時候 一個問題就是在腦中 想要兩點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確定的答案 譬如說國人自從他賣錢之外 還有對社會還有什麼 公用 大家可以看到藝術家 就是 一個 就是一個高不可看的一個感覺 或是讓人覺得說 做的事情反而沒什麼用 尤其在台灣的時候 也就是在台灣長大 男生成為工程師 女生成為 之類的 就是 就是 所有說的事情都是 因為我不是女生做 我沒有辦法了解 社會的女生的客人 影響 嗯 嗯 所有事情都是 使用磁場 就是如果沒有用 就沒有什麼 就不戴價值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卡 藝術到底 對於社會價值在哪裡 到底是藝術家 有沒有人自由 還是 藝術能夠攘觀現狀的能力 還是揭露 我就會覺得 怎麼講 都會覺得 做藝術王子是怎麼沒有用 這樣 然後這個是美國的藝術王子 他就是做 氣球娃娃 然後做得很大 很閃亮 然後就是 半規這樣 然後就覺得 啊沒有用 賣錢 很閃 然後這個呢 這是另外一個 這應該是 這次他們是 行為藝術 或是 行為藝術館 你參加的 他們是在 這個是他們 在WTO 剛成立的時候 做的一個 他們假扮 WTO的 就是官方人員 然後去大學 參加研討會 然後就說 這是WTO 就是新研發出來的一套 能夠增進管理 公司管理效率的一套 就是給 Manager穿了一個 競爭衣 然後就說 而且可以充其 然後那邊應該從新來 有一個巨大的 這個 什麼的畫家 冒出來 上面有一個 這樣可以 那就是WTO WTO 現在 對全世界推薦這個 推薦這個 新研發的產品 然後可以增加 什麼 什麼 那 當年想要知道 他們是反WTO 就反全球貿易 反全球化聯團 這樣 然後他們那時候 因為網路也剛成 網路也剛開始流行 然後WTO也剛成 90年代 那時候 所以他們能夠做假的 WTO往成 現在就是 完全沒辦法 可是 那時候 就在考慮這兩個東西 都是金光閃閃 可是 哪一個東西 這個還是這個 然後最有趣的是 就是你們搜尋的 YESMAN 然後這個 他們有錄影 最有趣的就是 他們就是一個人 穿這個 兩個都穿西裝 一個人就要脫掉 然後就開始充氣 這樣 台下的教授 或是學者 都坐在這裡 就覺得很認真 WTO 非常有道理這樣 然後充氣大家也沒有笑 就是完全沒有笑 不像你們就是 阿 好白癡 他們都沒有笑 大家都很認真 然後 事後排很多人 然後就開始大家認真 討論說 喔 WTO 所以 你可以想見就是 那個 再一次回到 就是被壓在我們身上的 那些系統 還有一些 re consumption 等等 既定的 既定的管理 你是一個 具有身份 有穿西裝的人 所以你在台上說的話 就一定是巨額網 的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算了 反正跟大家分享兩個 做做的project 一個就是 那時候我 如果我從資管系列 然後同學們大家都 大家幾乎都會在科技公司上班 然後那時候我就 覺得很困擾 就覺得阿 藝術會是沒有用 還不會做一些真實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就去 就決定要做訪問 然後就訪問了 幾個在 在科技公司上班的同學 然後就問他說 你覺得你的人生現在如何 你覺得你現在人生有意義嗎 這些問題 就是平常你 如果吃飯 喝酒的阿 你其實不會用這些 這些東西 就太便宜了阿 然後就把它錄下來 然後翻譯 然後讓美國人 就是看 這樣 就是其中一個project 然後老師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我就 oh very good 另外一個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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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訪問 然後是 可是是不同的形式 沒有 就在facebook上 我去打擾我的朋友 就問他說 問他說 問他說 你現在最關心的社會議題 是什麼問題 這樣 然後 人家就說 好 你就 你就打開facebook 訊息 你也不會說hi 然後 我那時候也沒說hi 我就說 我說hi 你現在最關心 你覺得你現在最關心的社會 或是政治的議題是什麼 然後大部分就覺得你很奇怪 我通常 因為都是我的facebook 朋友這樣 所以他 就會覺得說 就開始跟我聊聊 有些人 就開始發現說 有些人平常 看起來好像不關心政治 或不關心 在社會上發政治 可是他們其實是最 他們其實是關心的 他平常不會說的 平常在facebook上 分享一些 一些花花草草草 或是新買到的圍巾 他其實 他其實是 總 就是你可以打破那一層 然後你可以看到 大家正在想什麼 然後其實是蠻有趣的 然後後來訪問完之後 我就不知道 本來想要做一個資訊式學話 多少人說是 多少人說是什麼石油圍巾 多少人說是 種族騎士 對 可能後來就覺得 不想見真實 就把 用手寫 用手寫這樣 然後那時候老師就說 很棒 用手寫 然後那時候看到了一個 像是紀錄片的東西 叫 Zeitgeis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類似洗腦的影片 在YouTube上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 他在 等於是 在講另外一套歷史觀 其實很有趣 然後那時候看完了之後 就覺得說 很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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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找答案 就是說 有沒有不同的社會 政治 經濟 產業 教育的形式 跟現在我們 熟悉的這個形式不一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社會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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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全球化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全球化的關係 就 這個世界上 這個世界上 變得越來越 同樣 就是 每個地方的 系統都差不多 那時候就覺得 很 想要找到 就是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 運作方法 那後來 後來馬上 為什麼 我會覺得說 全世界都一樣 因為台灣很小 因為台灣受美國影響很深 而且我現在留學 又去美國 所以我的世界 就變成只有台灣 和美國 沒有別的國家 沒有別的地區 那當然 整個 並不是全世界都一樣 好 所以 所以 簡而言之呢 這兩年做的東西 都是以翻譯為主題 翻譯我覺得 那時候就覺得翻譯是一個 很有趣的行為 翻譯 一般翻譯就是一個裡面 翻譯另外一個裡面 然後覺得只是一個 跨越橋梁的一個動作 就可以讓兩個身在不同文化的人 彼此了解 然後 然後 一方面也是覺得 那時候我覺得 就是很想要追求 我的大同這個理念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翻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值得研究的一個行為 然後 措施論文呢 就是寫 以寫作為 然後 像這是 其中一個翻譯的project 就是 那時候就是 寫下一些英文的短句 然後 我邀請就是 因為 系上也是有 像中國人和台灣人 所以就要請他們來 把英文翻譯中文 就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然後就看到 直接翻譯上就用寫的 這樣子 所以就要看到 他們翻譯的痕跡 然後他們考慮的過程 然後 然後 那時候只單純覺得 觀察這情形 挺有趣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 其實做完了 做完了 好像也沒有什麼 這種 特別 就是 沒有發現 可是就覺得說 嗯 做這些就是一個紀錄 然後把這個 把過程 清楚的呈現下來 然後這是 最後 我畢業的時候 畢業人過的過程 這是一個可以推來推去的課 然後上面 附有一個電池 然後一個演講 演講的台語 然後還有禮物 然後有 鍵盤 滑鼠 還有一個電子 這樣 所以就可以推 推在街上 推在街上 嗯 辦活動 然後牆上貼的是那個 佔領立法院的小照片 這樣 然後這就是我辦的一個 一個活動 呵呵 就把它推到街上 然後 邀請大家來 嗯 然後 朗讀 然後朗讀 然後朗讀 內容就是我寫的過部分 這樣 呵呵呵呵 沒有 因為 我寫得很長 所以就挑了大概 三四十個軍 然後請大家 就是一個個念 這樣 然後你知道街上風很大 然後 Providence很奇怪的城市 就是很多消防車安景 都一直跑跑去這樣 所以 可是 可是 你就在大家攘桌過程中 因為你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 就是說 你想像中就這麼多人 然後就這樣 然後 大家發指導說 我想念就念 如果不想念 然後聽也可以這樣 就開始 然後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開業 就 看大家這樣游擊 形成一個 然後就會發現 在錄影的過程 就發現大家本來做得很散 然後就越來越激烈 就越來越激烈 就大家常常聽到 彼此在說什麼 然後對我來說 當然是很感動的一個過程 因為 我寫了一年的東西 然後就聽大家這樣 一句句軟空出來 就覺得 真的覺得 好開心 然後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照 照社群的過程 這樣 那在論文 裡面也很大一部分 就是 充當的共鳴 記得喔 問G裡面的成員 那時候用的是 HackFile 然後 應該還可以看得到 就是一個中英病情的一個概念 那時候論文寫的是英文 然後 可是那時候覺得說不行 這樣中文就是太爛 所以一定要算是中文 所以大家就是用中文回答 然後其實這個過程 對我來說非常的價值 就是我可以看 我可以 知道說 G0B那時候主要參與成員 他們到底是怎麼加入 然後他們是為了怎麼加入 然後他們覺得這個社群的案來說 意義是什麼 那這東西當然就是在網上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就翻證了 然後裡面 就各大有名的成員都有 然後就發現 那時候就發現說 G0B是一個非常去中心化的一個社群 當然有 當然他有他的核心成員 可是 就是外圍的成員 他們擁有的 這個power 他要擁有的權利也 也不低於 中心成員 好 就快速跳過 站領立法院的時候 台灣每動幾個時差 大家都知道 台灣每動幾個時差 12小時 那時候就是過了台灣的時間 所以 白天睡覺晚上看得過 偶爾行動吧 那時候是3月 然後 如果我們是5月要交 好險我之前已經有在寫 所以那時候會覺得應該OK的 所以 論文後5分之1 就是最後那2月寫的是 站領立法院 那時候每天看轉播 所以看轉播的時候 就聽 因為轉播都有錄下來 所以就聽中文然後翻譯我 就當自己編輯 翻譯我 當然也不是一句一句好好翻 就是覺得有趣的走翻 尤其是他們那時候要從 立法院退出來之前 他們內部開了一個 他們議場裡面開了一個會議 有沒有包含二樓的行動 我大概知道 也就是 底下一樓的人開了一場 有一場檢訪會 那時候覺得 觀察 這個會議進行的過程 然後觀察 每個人說了什麼 也是很有趣的 對我來說很有趣 那時候就把整個 整個會議大概有一個 一個洛杉詞 把它翻成英國 當然也不會開 可是我覺得 翻譯嘛 就是對我來說是一種 比較接近信仰的東西 還在我們的 Mainterm Review 交外國人常 到一天都 發給大家 然後就寫中文 然後自己翻 自己翻 翻台語的音音這樣 當然就不是整 因為大家都知道 官方的台語 音音實在是開南東 完全念不出來 所以就是自己發明 然後自己 然後 大家看不到路 我在那邊看電子 一起 這樣 因為那時候就是 看 那時候就是 大家知道 對台灣人是很激動的 一段時間 所以那時候 除了 台灣發生自己 沒有辦法想這些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剛才這樣激動去 然後到裏班要做什麼 通常是要做貨品給大家看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 好 然後我就來帶動唱 然後當然就是 OK啊 這樣 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跟他說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歌 然後也沒有跟他解釋 說什麼意思 就說你跟著我唱就對了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選 然後 選完之後 就自己做了 自己做了一套 那時候 剛好寫了一個 寫了一個名牌 就是可以把 網路上的照片抓下來 然後自動變成一個 有點像 slideshow的東西 然後可以控制每個 多少秒 然後也可以 在背後放 youtube 然後那時候就做 最後 教完大家唱 大家很辛苦 大家有不知道在唱什麼 就唱 唱到半小時 唱完了之後 就 resick時間已經結束 平常時間已經超時 大家還是因為 留下來就看最後 就把 那時候把 站Define 開始到 那時候才可以結束 到那時候的 照片 放出來 然後給大家看 放的是 就是滅火器 他們自己唱的 勞於天光 在背景 所以大家就覺得 那個就是 他們那時候學 就聽我 好像有彈電視器 這樣 他們都要唱什麼 配上主 就看 大家都看得很認真 就覺得說 那 一種 雖然不是什麼國民外交 就是一種 超越文化合格的一種 偷空 方法 我覺得 很酷 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還做了一件很 很酷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 要把 全文翻成英文 翻成中文 然後 那時候就很天真 把他放到 Hackpad上面 就是 自認為說 可能會有人來幫我翻譯 所以就 所以就翻了 所以就自己翻了 當然就是翻得很潮 潮帥這樣子 就是 面沒時間 你要嚼 所以 就是 這樣翻翻翻翻翻 就是 一直打自己打 就會睡著 就翻到那種子裡 就沒有打到 然後 一起來就繼續翻 所以 走得缺了一句 可是最後沒有翻完 又太長了 所以就 跟老師說 喔 我之後會繼續很平 然後我就 喔 有一個 然後 書就長得是這樣子 左邊是英文 右邊是中文 就每一頁 大家就看到中文 簡單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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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 然後 全文可以在這裡下載 中文的 開頭是 重視成長 然後 中間講到 G0B的黑客搜 那時候 在美國 不知道 為台灣做什麼 所以呢 然後跟我 室友聊天的時候 我室友竟然不知道 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成員 所以那時候 就覺得 就做了一個 Facts About Taiwan 就是 跟中英對照一個 小小的對台灣的介紹 這樣 沒有什麼 很多字 大家都很常見 可是 字很重要 我覺得 所以就做了一個 簡單對台灣的介紹 然後 我室友 也不知道我們在 那高英會不叫台灣 叫 叫 他又不知道我們 不能成功 他就說什麼 反正太誇張了吧 這樣 然後 我室友是美國人 台灣是大家的 Problems 那 那 你就是我 那 最後當然就是 問協作嘛 所以想說 那要開放 讓大家都可以加 然後 就是還沒有說 隨時講 那 之所謂下的標題是 怒衝 就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已經要回台灣了 然後聽到這個消息 在11月初聽到這個消息 就覺得不管怎麼樣都要去哪 那 大家可能會覺得 紐約和華盛頓 就是隔壁嘛 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兩個台灣廠 所以 那時候就要改火車票 而且在北部改火車票很貴 那 幸好有主辦單位 康愷有贊助 所以 就不怕我成本 是 從紐約搭了六小時 發展是 然後再轉搭 DC的Metro 從一邊到外邊 搭了一個Gross 那 聽起來很清楚 的確也是很清楚 可是也 因為不要大家同情侶 只是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都很清楚 就是 就不管怎麼樣都要參加 然後 到了會場就有一種 九萬 我們剛剛 他相遇不知 因為都是台灣人 然後大家對台灣都有相似的想法 然後 很多都是工程師 跟我的背景很像 這樣 只是那時候 那一天到HackFound的時候 後來 大家PresentPresent 發現就 現場只有兩個前段 寫網頁 就是我們一個是 耳歪 好像 嗯 這樣 不過那最後 就是成果真的 很厲害 那這個我們 這是我那時候寫的Prototype 嗯 我是做翻譯的嘛 然後那一組 主題是翻譯 然後就 剛好就賣 然後 這其實很簡單 就是 一邊文章 然後 上傳之後 這是假的 上傳這個功能還沒完成 我上傳之後 他就把它切成 Paragraphs 的先生很反駁 然後 每一段就是 看你這個 project 有設定幾個語言 他就變幾個欄位 幾個欄 然後一個欄 很明顯 中間這欄是英文 然後右邊這欄是日文 然後理論上 它可以加更多語言 那就是 每一段每一段這樣翻 然後 因為這個是用Firebase寫的 Firebase是一個 最近Faygoogle沒走 很討厭 所以Faygoogle買走 也就寫錯過關 然後 叫法script 所以 譬如說 你如果現在上這個網址的話 也可以跟我一起辦 然後 偉大 偉大的 願景是這個 成為一個翻譯的 平台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小東西 或長文章 丟上來 翻譯之後 然後 會有API 然後 讓大家 就每一段每個段落 你會看到說 每一段 每個段 每個段都有一個自己的 ID 所以你可以用這段的ID 然後 跟它的Menguage Code 跟它裡面的代碼 去Access 或這段 這個裡面的翻譯是什麼 所以 變成也是一個 Service Provider 當然就是寫了後段 No 但是沒有辦法說 我一直在玩 然後 這邊 的Sample 是科文的 那個結論 因為那時候 我自己也辦了 所以就想說 拿來試試看 真正 開個場做的project 不到一程中 都講 最後在DC開庭的觀光 差點被趕上 回程 這是DC的地鐵站 做得很像 跟蘇聯的方式很像 很奇怪 這都是水泥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Wantana 這是他們很開心的 運動 他們的火車巴士的總戰 然後很大很漂亮 因為美國的車站都很醜 這個實在是太小了 太大了吧 最後這段是 The Internet is Transforming 那很有名的 大家都聽過的 The Internet will How the Internet will One day Transform the governments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Internet 是在Transform Everything 可是 我會覺得說 那台灣應該 說全民檢驗 有一個全民PL檢定 PL是 Programming Languages 就是大家 就是 全民寫成 然後大家都知道 歐巴馬最近 學寫了 選一個小小小的 方法 所以 這 我覺得 這 大家都知道 學寫的是很厲害 所以大家都來寫 如果大家都會 不一定會寫 可能會看的話 好 就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 翻譯 就是我的信號 就是跨越久了 然後 這是我 這是我比較想要跟大家 稍微分享的是 就是除了思想部門 也要有行動部門 那 區域裡面 就大概是在行動這邊 然後思想部門 這樣 然後 除了虛擬部門 虛不虛就是完全在虛擬這邊 那也要有設定 然後這邊跟大家分享 三個 所謂的 食品部門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嗯 小豬 小豬是 就是 在西班牙的一個 無政府主地的一個 community 然後他們是 買了 他們當地的 他們是一個當地的基金會 然後買了一塊 廢棄的工廠的 一塊 蠻大的一塊地 然後有核 然後又可以做 建築 這樣 然後就 嗯 相信無政府主地的人 就這邊去 應該不會讓這個地方 因為 講到無政府主地 大概就是 活動的 反正 嗯 他們在那邊 嗯 他們在那邊 各式各樣的自製的 實驗 然後 還蠻有趣的 嗯 為什麼 在介紹還蠻 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 夢想的地方 要去看一下 像 那譬如說他們所有的決定 都是靠大會來決定 因為他說 可能 其實每一周 但是每一周都會開會 然後決定在這村裡面的大廠 然後 大家一起工作 然後大家一起吃 觀 然後 然後 大家共用工業 那 是一個 我深深的社會時間對不對 然後這是在西班牙 巴塞爾納那那邊 那 我 會講西班牙 我的話可以考慮 那 很有趣的 然後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這是在美國 嗯 這個組織叫 Open Source Ecology 就是 據領域在做的是 Open Source Software 就是開源軟體 可是在美國 嗯 最近 也不能說更流行 可是另外一個支配 就是Open Source Hardware 就是開源的硬體 那大家都知道開源軟體很簡單做 很簡單做 很可惜 是 比較容易做 因為軟體嘛 就是一個 不是一個實體的東西 需要大家聚在一起才看到 什麼 大家都給它 然後 可以分析 可以分析 可是 Open Source Hardware 就是一個 不同 複雜度的問題 然後這是 在美國 嗯 比較早開頭 然後 現在應該是蠻有的 叫做Open Source Ecology 開源 神台 乖乖乖 然後 他們主要的 project 是叫做 Global College Construction Center 嗯 全球 村莊 建 誰來嗎 自幹村莊 工作 自幹村莊 這叫什麼 套建 套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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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是要 他們就是要 設計 設計 Open Source的 50個 要蓋一個村莊 必須的工具 譬如說 壓鑽頭的機器啊 像我之前玩 你知道嗎 壓鑽頭還有一個機器 哈哈 壓土的機器啊 然後 然後 攪水 他們不用水 總之呢 這個 這個還蠻酷的 就是你如果 他們所有的design 在網路上 很open source 然後他們也會提供 不過他們也會提供 他們會提供顧問的服務 然後教你們怎麼蓋出這些機器 然後你可以上他們網上去看 他們有 這樣 蠻厲害的 不過聽說 聽說這個 這個 這個 股資的 Founder 會有Founder Syndrome Founder Syndrome 據我 淑淺的了解 就是 他會 他 他 很有 很有控制的慾望 他覺得說 這個股資縮心 只要照他自己的理想 才能夠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足夠的 就是 全力下放 就找很多人出走 不過現在好像有好一點 所以這是 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組織 另外一個組織 最近在改造 本來叫做 Open Tech Collaborative 他們最近在 他們最近又Ford 他們組織自己Ford 其中有些成員 就跑去做其他 然後有些成員做 調整 function 然後就是他們 其中一個project 叫Open Source B 因為蜜蜂在全世界 都在 都在 大量的 死亡 所以他們 他們 他們就設計了一個 蜂巢 然後 這個 自幹蜂巢 計劃 我覺得自己 在自己的後院 養蜜蜂 這樣子 然後 就不是你做蜂巢 重點不是蜂蜜 各位 重點是 米中會 重點不是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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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到解雲 要解雲 那我本身是 我本身組了很多 不政府主義的東西 然後 其實還是還蠻相信 不政府主義的 所以大家都且聽我說一說 那我的 最終目的應該是要解散政府 可是呢 沒有辦法嘛 太困難了 就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呢 可是你要解散 他就必須要改造他 可是你要改造政府 必須要改造政治 那政治 在台灣的經歷其實是蠻狹窄的 就是政治 他的想像就是 立委和議員和政府官員在做的那些事情 可是其實 對我來說 政治是 在生活中 就是每件事情 都要他政治遺憾 譬如說你今天買了一台 明目的電腦 他政治遺憾 他政治遺憾是什麼 今天買一件 這個外套 他政治遺憾 其實都是 都是 就是大家去 去 正視這個 正視 生活裡面的事情 的政治 政治性 政治性 對 那 嗯 做不到推翻政府 就慢慢解構它 就是 現在我覺得 嗯 嗯 因為公民 擁有的資訊科技 所以 讓政府 慢慢的 因為是 要被淘汰 就是 慢慢的 要被淘汰 就很多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公民做得到 那要有政府幹什麼 有這個概念 所以呢 那 也許不需要真的暴力的 推翻政府 也許 經過慢慢 不斷的 把它 一個一個 物件 取代表 所以 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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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然後再來 其實 社會化和政治 他們的問題 很多都從經濟來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看法 那 經濟體系是全球的 沒有辦法 你所改就改 所以呢 我們能做的事情 就我認為能做的事情 只是 集合群眾力量 然後 尋找 然後創造提代的方案 譬如說 像 time sharing 用時間來當貨民 或是 bargaining 就是 以物以物這些東西 嗯 都是一些 就是一些 嗯 那 社群呢 都對貨幣的依賴 將來 進而 發了很多自己的 替代 替代經濟系統 的一個 來用作 那種勞口 的一個方法 所以 嗯 這是 這是我的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再來就是 嗯 我認為可以 以城市難為 對抗 跨國企業的裁罰 真的 今天很嚴重 可是 這世界 世界上的資源 是被少數的企業 少數的跨國企業所控制 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 嗯 所以在全球化另外一面就是 在地化 那以前 以前 我是全球化 現在是在地化 就是一個 在地化 怎麼在地化 國際化優先數據的範疇 以前是大家不亂會 尤其在世界貿易組織剛成立的時候 那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在全球都看到 在地化與國際化優先數據的範疇 以前是大家不亂會 尤其在世界貿易組織剛成立的時候 大家都不亂會全球化 全球化 那時候台灣說全球化 我不然就會消滅我們 之類的 亞太民國的地方 那 可是現在大家會慢慢的 回來看在地化 就是 怎麼經營自己在地的社群 然後 怎麼了解 更深的了解自己的文化 因為我認為身為一個台灣 你跟台灣文化也很想了解 就是我台語很厲害 就是我對台灣的歷史 當然了解 所以 就是 我自己在思考上都很判斷 然後 主要在就是 以前大家是 不斷的追求的利益 然後 現在大家 在追求的利益 看到社會陣營相關的問題 然後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慢慢在改變 嗯 為什麼會講 虛兵逼 黑客都會講到這些 哼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因應相關 只是有些事情大家不好在台面講 我覺得 好 結束了 謝謝大家 嗚呼 好 那我們就讓台上的好 接著我們兩位講者 他們兩個要不滿面對 那 以下是台大家開放的自由疑問時間 然後 然後 藝人貼心的為大家保留了到九點半的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九點半之後 還有人 如果還有人會肚子餓 你找他們去吃香蕉囉 我可以相信大家 肯定可以吃到一個地點 好 那有沒有朋友想要問他們第一個問題 沒有 好 三秒鐘之內我要插播一整廣告 這支廣告呢 欸 有人提供我嗎 我這種插播廣告 我這樣沒有傳廣告嗎 現在趕快想一下你的問題是什麼 好 所以現在有進度十秒多的廣告時間 OCEF明年有一個國產商會 沒有 烤山豬 為了烤山豬 則摸死我們幾個人了 所以請大家考慮一年2月7號 預備 5月6 中午 把時間留給我們 2月7號 烤山豬 在建國比手場 中校新生長 然後附近有平生長 好 我幫大家轉好了喔 那記得把時間都給我們 好 有沒有第一個問題 OK 對啊 等一下 我還沒想到心梗 等一下開放進入廣告這一招 用我了 喔 好 問題超簡單 請問兩位 四名 好 今天 幾歲 幾歲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們兩個其實是高中同學 我們同一個高中 然後 其實如果你想要了解你 我剛才其實翻譯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想要了解你朋友的話 你要做一件事你就推他去演講 就是 我翻譯就是 朋友可能直接不會聊這麼多很細節的事情 不過就是從一個演講 永遠了解他的想法 比較多深層邊的想法 對 那我們兩個童年 然後我們現在應該是 我是七十五點字啦 然後 應該是 七十 他七十 然後再上 我們都是 應該二十八歲嗎 二十八歲 沒有人要叫L1A 廢物茶 都是二十八歲 不知道下一個為什麼不舒服 不知道下一個為什麼不舒服 哈囉 哈囉 我想問一下知道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能不能聊天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數位藝術這一塊 就是 就是 目前的整個 你覺得 目前 大概會往什麼樣的影區 這樣帶走 因為其實數位藝術到 現在為止 都還是 算是一個很早期的一個階段 那 不知道你再次上 會看到什麼 我也就是 我不用資格的回答 好 可是我還是要 講中國很有學識 為什麼不留在美國 就是 我覺得也是 在這兩年 思考的結果 就是留在美國 可以賺很多錢 留在美國 生活中間很好 比如說我現在仿租代 換成台幣大概就是一萬塊以下 然後我的工夫就是大概很大的 還蠻舒服 那可是我覺得 在那邊做事 就覺得 不踏實的感覺 因為不是自己的主題 然後不是自己的人 對 換成說人民 就不是自己的同胞 所以我覺得 還是想要回台灣來做事情 因為 尤其是 剛剛看到 就是我的 工作根本 跟社會 跟政治有很大的關係 那你想像一個台灣人 在美國做 跟社會 跟政治有關的工作 的話 那等於是一個外來 就等於是一個 是一個外來 外國人 然後批評他 批評一個 不是自己國家的 人 他們的想法 這樣 而且我覺得 這是 人 如果台灣人的話 就在台灣做事情 然後 耕耘自己的土地 然後 改變自己的社會 我覺得是比較踏實的 然後至於社會 至於 數位藝術 我會用數位藝術這個詞 其實 因為那時候大師 我在做的時候 大家都這麼講 數位藝術 數位藝術 在 至少在美國 大家分之也分得滿心 大家每次問說 譬如說 譬如說 你藝術家 會做 我覺得跟設計很完美 或是你看很多 現代藝術 做的很有設計 味道很乾淨 然後色彩很鮮豔 讓大家很喜歡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名字會消滅 數位藝術這個名字會消滅 因為現在所有 都是數位 就是說很多東西都 背後都是 由數位藝術 所以數位藝術只是 譬如說 有時候 我會跟大家說 我電信媒體藝術 就是